第五千零四十四集 叶晨单手举剑横于胸前 掩饰自己嘴角不断溢出的殷红 仍是倔强地开口道 轮回天剑之威 落到已经领教过了 也死了 诸位还有谁想试试 或者一起 此刻我为世界之主 我轮回之主奉陪 擦去了嘴角血迹 叶晨轻抚长山盘膝而坐 一瞬间天地大势 随同向着他涌来 天灵之处 大道规则隐隐作响 在叶晨盘坐的周边 雷霆若隐若现 祸碎虚空 同时也在毁灭着他的肉身 强大的力量伴随着阵痛 肉身开裂的一瞬间 八卦天丹树和轮回血脉 便是将其愈合 叶晨承受着莫大的痛苦 但同时大道之力加深 风采惊事 数人相顾环视对望 竟是无一人 胆敢为死去的落道出头 其实也犯不上 天到斩家地 几大所谓的地族之间 也并非铁板一块 偶有摩擦 此番不过是奉命前来罢了 至于奉的什么命 便是各怀心思了 缓缓恢复的天血心 见到叶晨这般姿态 眸中泪光涌动 他到底承受了什么 连看一眼都令他重伤的杀招生生扛下并化解 此刻一人独挡数十位青年妖孽而不退 要知道 落到一人就几乎将整个天宫之地强者 屠戮殆尽了 天血心的眼中 现在的叶晨身间 一副虽千万人五网以的无敌姿 属实是一副当官 万夫莫开 怎么 既然你们不来 那么我便过去 叶晨眼神坚定 右手直剑 称帝缓缓起身 伴随着雷霆乍响 大道之力 在此暴露锋芒 他手中的轮回天剑 缓缓举起 止水之意 乌无时空 仿佛都汇聚叶晨 只要在此挥动 没人知道后果 或许叶晨会死 大道之力足以吞噬他的一切 但眼前这群人 同样不会幸免 死战不退 叶兄弟 等一下 其中一人开口 乃是齐家人 另外几人也是目光含笑 轻轻点头 我家齐天 托我给你带个话 上次征道 他输得心服口服 醒来后 神魂更是有所突破 还得多谢轮回之主了 我等 不知你就是轮回之主 若是知晓 断然不会来此出手 其余几人 也是纷纷地含笑致意 内容千篇一律 他们此刻都是抱着 与叶晨交好而来 准确地说 是与轮回之主交好 轮回的威名 太过恐怖了 这便是实力为尊吗 下方的天血心 目瞪口呆 先前还不可一世的 诸位青年妖孽 此刻竟是对着叶晨 陪笑 若非御外大道之力 和叶晨的底牌的加持 他们或许会 静止出手吧 什么神魂突破 都是狗屁借口罢了 他们几位的算盘 可是打得叮当响 与叶晨有死仇的 乃是洛家 可不关他们的事情 而且据闻 钱家那位的态度 晦暗莫测 难不成这里面 还有猫腻 钱玄峰的事情 谢谢了 我父亲也说过了 你好自为之 钱家来人淡淡开口 语气之中 少了对叶晨的 那一份恭维 叶晨闻眼眉头一皱 轻轻点头 看来钱家这位 什么都清楚 既然如此 诸位请吧 叶某便不送客了 一声冷笑 叶晨下了逐客令 手中的剑 将落盗带来的 那副战铁 挑起来 止水剑翼 直接破开 一声轰鸣爆响 九天之声 虚空被撕开一道缺口 虚空之内的星河 亦是被拦腰斩断两半 战铁扶摇 向着天道斩家地的方向涌出 借助天地大道之力 夜晨立鹤道 你胆敢窥探 却不敢真身降临 下太神战铁 而后归缩一地 希望后背惨死 你的后背该死 且已死 不战而退折 我夜晨不为难 若是有种 来此一战 红亮的声音响彻星河 那越过虚空折返的几人 脸色铁精 但看到前家那位云淡风轻 一时间又是各自打起了算满 淡漠的身影 见到诸多人影远去 空间再次愈合 夜晨再也坚持不住 一屁股就要瘫倒在地 全身渗透出阴红 就连指尖都是发紫 大道之力加深 无穷的劫雷 洗刷周身 五道轮回图的反噬 若不是他拥有轮回血脉 和轮回圣魂天 恐怕早就陨落 夜晨 天雪心急忙上前 以尖抵挡住了 那即将倒下的身影 我 我没事 先就朱渊要紧 确实相比于自己 里面还有着一位 即将陨落的存在 便是朱渊 此刻的轮回图世界内 虚空离开一道缺口 周边斑驳的血雨 洒落而下 滴滴都是夜晨的血 那是被域外几人 所生生撕裂的结果 朱渊神魂被啄穿了 好在肉身强大 再加上我的术法 和之前得到的东西 检查了朱渊的伤势之后 夜晨自轮回墓地里 掏出了一朵蓝色的海帘 散发着盈盈光运 六半根叶闪烁着生命的气息 正是为了寻天权 夜晨绝地所获得修补神魂质宝 海蓝清莲 为了此物 还以轮回之意 斩了一头蛟龙 三片根叶足够了 夜晨轻轻掰下三片淡蓝色的叶根 放在了朱渊口中 几息之后 见到他通体幽蓝 有生机之息在弥漫 夜晨和天雪新 这才放下心来 一阵清风卷起空浪 在夜晨反应的瞬间 卷走了他手中的两片根叶 什么人 天雪新立鹤一声 就与追去 却是被夜晨一把拦住 不用追 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夜晨轻声道 见到两片根叶消失 在那清风的空浪中心 披头散发的青山中年 缓步走出 小姐妹 夜晨点头质疑 眼前人正是昔日 为了帮他镇压太炎地 神魂受创的萧玉 小子 拿了你的宝药 作为补偿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想找的天泉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夜晨文言瞬间惊起 事关太神安危 萧玉竟然知晓 萧前辈知道天泉 夜晨急切地问道 窥探他们的人 随时有可能跨界而来 虽然自己已经以大道之力 和梵天神功封固了虚空 但若是太神那等程度的强者降临 恐怕仍是守不住 眼下唯有尽快找到天泉 令太神苏醒 方能解开危局 自己寻遍整个域外无果的天泉 萧玉竟是知晓 这怎能让他不惊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夜晨重复着这句话 望着眼前的中年人 突然眼前一亮 难道是在气势绝境之中 正是 萧玉点头回应 一瞬间 夜晨恍然大悟道 难怪 气势绝境本就鲜有人知 在这之中 不过这都不重要 既然在绝境之中 那可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了 不顾伤势的夜晨 便是要探出神念搜索 确实被萧玉拦下 气势绝境共有九封 你最熟悉的也是第九封 而你要寻的那天泉 在第七封上 天泉所在为时 但若是想取 以你现在的实力 小语上下打亮了一番夜晨开口道 难如登天 夜晨默然 天道斩家的一行后 自己的修为没有增长太多 但斩家剩下四道的把握 越来越大 可先前绝地内的各番争斗 已经令得守护者的金印之力 激进干涸 如今的他 只不过勉强维持原来 绝境内的封印罢了 若是镇压气势绝境下的邪魔 是第七封镇压的大邪吗 听到萧玉这般言辞 夜晨也是想到什么 先前煞是大地之流 不结实这绝境下的大恶吗 如果要循着天权 须得再次面临这等强敌 那才天道斩家地 一行提升的东西 确实有些不够看了 萧玉点头道 正是 第七封 那个家伙是个剑修 换作学剑筹 性格古怪难以捉摸 试杀生灵无数 被绝境镇压之时 以通天手段 被自己扑住了后路 将你现在所要寻找的天权 一同带入了其中 连当初的绝境守护者 都是被摆了一道 若非气势绝境生变 神官即将出世 等诸多变故 这家伙谨慎的性格在观望 恐怕早就是以利 握开封印了 一把锋利的剑 被天权灌溉无数载翠玲 我都无法想象 这家伙现在有多强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 是提升实力 先斩家 若是斩家一半 一切有胜算 按照那些家伙的性格来看 天道斩家地的人 知道你是轮回之主 必然会忌惮 短时间不会出手 至于太神的状况 我看 我有办法吊住他的生机 况且这等强者 哪有那么容易陨落 眼下 斩家是关键 一旁的天雪新闻言 精悠的目光望向叶臣 那意思就是三思而后行啊 叶臣倒是并未有想象之中的句子 一边听着萧玉的情报 一边八卦天丹树 恢复着伤势 许久他睁开眼眸 眼眸仿佛有一道光 既然如此 我便冲击百道枷锁 成为当事第一人 萧玉为了太神一道魂点之息 太神的状况 显然暂时稳住了 随后 叶臣不再犹豫撕裂虚空 先是和归尘 和遮天魔地会合 而后重返地狱界 此次众生界 和天道斩家地之行 叶臣收获巨大 愿望天心和人土圣卑 都恢复了灵气 轮回圣魂天补权 生死玄关全部打通 还得到佛祖赠颂的罪恶之周 又重新见到爷爷 虽然不知道那人 算不算自己的爷爷 但一切都不重要了